大家好,我是麦子 上回的劳广怎么这么会吃菜 收获了50万播放 讨论区也很热闹 谢谢大家的支持 在大家的建言宣策下 今天第二集来了 同样是深受劳广喜爱的 三种家常青菜的做法 那我们由意到难 先来一道生炒菜心 250克菜心去掉老茎 较长的菜心改一下刀 蒜粒切丁 肥肉切丁 好了,食材备齐开炒 下一点底油放入肥肉丁 用中小火把肥油逼出来 觉得油多的话可以盛出部分 加入蒜粒 煎成虎皮色 转大火放入菜心 充分翻炒 断生后下入盐淋入生抽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 广式炒法分生炒和湿炒 生炒是不加水 旺火短时间翻拌至断生 放调味料入味成菜的烹调方法 这道生炒菜心 色泽翠绿 口感爽脆 最重要的是 它真的非常简单快手 第二道 椒丝腐乳空心菜 300克空心菜 切去老茎 拍松茎的部分 让它更易入味和炒熟 茎和叶分开放 方便炒的时候 分刺入锅 小米椒切去头尾 去籽 切成细丝 再准备一点姜丝 切配的准备 完成 接下来调个腐乳汁 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广和腐乳 是这道菜的标配 四块腐乳加一匙糖 再加一大匙料酒 压碎搅匀就可以开炒 开大火 油热后加入蒜末 姜丝 焦丝爆香 下入空心菜梗 这道菜用筷子更容易操作 炒到菜梗五六成熟 下入菜叶部分 翻炒至断生 下入腐乳汁 快速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 做这道胶丝腐乳空心菜 只要把握住火旺 油多 快炒 这三个要点 相信你下次绝对不会失手 最后一道是潮汕 很经典的春菜包 春菜的处理和空心菜一样 切去老茎 余下的茎和叶 切断后分开放 虾米和香菇 先用温水泡发 蒜切小粒 五花肉切片 泡好的香菇切丝 搽上虾米 味料完成 锅中先下入一点底油 把五花肉倒进去煎炒 直到煎出油脂 肉片色泽金黄 我的五花肉比较肥 多的油可以盛出来 下入蒜粒香菇丝煸香 再加入虾米爆香 等到蒜粒香菇虾米都上了一层金黄的色泽 倒入菜杆炒至断生 最后加入菜叶 炒软 加入一大匙 普宁豆酱 我觉得这个咸度已经够了 大家可以尝尝味 觉得不够的可以自行加盐 加入热水 等到水开 整锅倒入砂锅里 上炉用小火再焖煮个十分钟 就可以开吃 纯菜干苦 杏凉 和之前的油麦菜 生菜一样 也是一种莴菊薯的蔬菜 莴菊薯还真的是宝藏 好了 今天的三种蔬菜做法 你最喜欢哪种呢 请在评论区告诉麦子 那我们下次见 记得点赞哦